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高興今天我們再一次的團結的上街頭 待會12點半我們的活動會正式開始 12點半會由我們的戰鼓隊 帶動大家一起喊我們今年的口號 經濟要民主 工人要做主 然後我們會在這邊進行集會一小時的時間 1點半的時候我們正式走入捷運板橋站 前往我們的目的地集合處西門捷運站 我們也要在西門捷運站 會和其他教育縣跟勞工縣的夥伴 在那邊我們也會集會一小時 向左轉 向左轉 經濟要民主 向左轉 向左轉 工人要做主 在新美市政府前面 其實我們凸顯的是 今年是一個選舉年 可是我們的政治人物 千萬不要只懂得選舉 只會顧選舉而不照顧勞工 我們看到國道收費員 華樓自救會 上國道 為了自己本來就應該有的權益喔 可是政治勞基法本來就給我們的對不對 對 為什麼還要我們抗爭來爭取齁 這代表我們的政府 為了幫台團賺錢 早就不把台灣的法令當法令 早就不把台灣的勞基法 當作勞動基準 我們華樓自救會 從101年10月就已經成立了 到今年已經103年了 我們這個 這個無能的政府 一直都沒有看見我們這些 勞工喔 我們已經 跑遍了 各個的層級的機關 我們都跑遍了 從地方 苗栗市政府 到中央機關 各個機關都跑遍了 今年10月9號 我們還衝到快道道總統府 結果 結果 結果這個馬政府 他用那個警察 把我們擋在那個 保慶渡口那邊 因為不能太接近 然後 粗暴的 把我們這些老人家 我們是要我們的 血汗錢 我們辛苦 在華樓 就是歐家 剛才講過了 歐家集團 歐大明 歐友明 而且很不要眼的 歐大明 之前還當過立法委員 他是 最短 宣布要判決立法委員 然後幾個月之內 就被我們這些 非常忠誠的員工 送進了立法院 當時 他還欺騙我們說 只要把他送進立法院 華樓的問題就解決了 我們這些 然後說 以後都不是問題 以後就 薪水會正常 然後公司會正常 什麼都會拿得到 結果呢 他在立法院 做了幾年之後 今天我們 還是 抗災 手上街頭 還在 讓我們的血汗錢 觀察的 那個歐大明 還活得好好的 政府 把人民的納稅錢 在城的高速公路 免費送給了遠通電收 讓他接受了人民的名指名高 政府 免費毛錢的資金費 都不給 都不可以給我們這些收費員 遠通 配合政府 一直在打壓這些收費員 倘若呢 要給收費員工作 可是去了 接受百般的刁難 我們去陳情抗議 不下注釋場 高工局 交通部 行政院 總統府 立法院 我們都去過了 沒有一個官員 任意正視 我們這些受害的勞工 我住 一個我住來台灣到處 江東以便 尊重 讓台灣 讓國家的歡迎 打到對不對 對 這間家務 這間外主 這是我國的外主 來台灣二十五年了 來求 我們台灣的路工 百姓我們台灣的路工 押走我們台灣的路工 我們就來抵出家務有沒有 好 環島有沒有 好 都便是他 後來一直跟我們說 公司自己招募員工 然後轉一手 外掛在派遣公司的名下 這種規避 部署責任的賈派遣 他說 這是社會上 這幾年非常流行的 雇用方式 大家都這樣做 那我們不可以對公共電視 太過苛責 請我們不要無理取鬧 那我們要問 勞動部長 陳雄文 你的派遣上限 從3% 10% 到上個月底 變成15% 你只要一見到資方 你就腿軟下跪 你就去捧資方的LP 請問 你連通過電視 假派遣公的議題 你都沒有辦法處理了 請問 你憑什麼跟人家談 你要派遣立法 請問 你現在談的這個 派遣勞工保護法 你真的有信心 你可以保護 我們這些派遣勞工嗎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消防員的公職問題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消防員裝備非常殘酷非常老舊的問題 我們希望政府重視工部門的受護者無法主公會替自己爭取權益的問題 我們今年有這三個大的訴求 我們的訴求是 台灣的家務工 台灣的家務移工 應該要有法令的保障 我們工作24小時每天 365天 沒有休假的權利 我們家務移工 在婦主的家裡 每天工作24小時 365天 沒有休假的權利 我們希望我們的勞動 挑戰可以被政府有公法的保障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訴求 我們的第二個訴求 我們的第二個訴求是 我們的第二個訴求是 我們反對公職脫鉤 因為如果移工越廉價 勞動條件越沒有被保障 那會有更多的失業台灣本地勞工 左翼集結人民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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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政府而言 對政府而言 國家發展只等於經濟發展 但是我們現在所有的彼女在這邊 非常清楚要告訴他 國家發展不是只有經濟的發展 我們的勞工縣 等一下我們會上來 有一個人體金字塔的行動去 來麻煩勞工縣的準備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請各縣上來去闡住 為什麼今天我們到國發會去 為什麼我們反對他提出的 國家發展的政策 請問大家 這馬英九執政 這幾年來大家的薪水有漲嗎 沒有 有漲嗎 沒有 你的薪水沒漲 但是 告訴大家一個數字 在這十年來 資本價的獲利是超過50% 所有的發展 國發會提出一個訴求叫做 黃金十年 用這十年好好發展我們 發展我們整個台灣 到最後是 整個黃金 都被我們的資本家抬走了 剩下一坨屎 現在前面 這個屎就要留給我們自己用 所有的黃金被資本家抬走 我們只剩下一坨屎 但是大家還是過得非常的辛苦 支持教育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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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生資本利得 各生資本利得 維護私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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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掙脫 我們要增回自己的主權 我們要增回自己的個體性 好 趕快 趕快教育教育化 趕快教育教育化 是 民進黨的黨部跟連勝文的競選總部 民進黨 毫無對話的誠意 連下來 都沒有 連勝文出來之後 回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東西 看似很美好 就像他們之前前任的 馬英九、郝龍斌一樣 開了很多空投資票 說 遊民政策會多元的處理 不會排行單一方案 但我們問他的是 他到底會不會對遊民潑水 他不願意回答 在都市更新 他說要交由中央立法來處理 我們還是要問他 你地方在都市更新的 完全沒有責任嗎 大家說有沒有責任 有 自由貿易根深蒂布 難以撼動 直到一波波的生存危機 撲面而來 兩年前我們都沒有想到 我們可以在這邊反對自由貿易 兩年前我們沒有想到 我們可以批判發展主義 台灣社會這個時候才長出警覺與反思 我們總算質疑 徒弟財團的發展 是對人民與環境的剝削與掠奪 而肉肉強食的自由貿易 更直通資本壟斷 加速貧富差距 我們終需要面對 開發是假的 徒弟圈地才是真的 自由是假的 壟斷才是真的 教育是假的 商品買賣才是真的 經濟被少數人的利益把持 須有其表的刑事民主也不堪一擊 其面對年底的九合一大選 許多的交代團體 持續的抗爭 要拖破刑事民主的假象 要曝露兩大黨的虛偽不實 有人以理事壓要求的候選來表態 有人要直接投入地方的選舉 也有人號召青年來反鄉投票 這些都是我們人民自發性的政治的動員 我們要批判在意政治 不利弱勢的參選 而且又不甘心把選舉的戰場 交給少數的政客來壟斷 2014年秋冬 左翼社運集結 我們有農民 工人 漁民 原住民 原民 新移民 性少數 教師 學生 工消防員 醫護人員 還有 招破天的住民 我們早已在台灣社會各地 如工一般 經營炒根自主的力量 我們反對 右派當道的資本大權 主張經濟民主 跟政治民主缺一不可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要奪回勞動果實 實質掌握分配正義 並介入整體的產業發展的決策 要求教育 醫療 回歸公共化 達到一個人人不夠尊嚴勞動 安全居住 自主學習 平等在於公共事務的新社會 局勢險峻 風火漫天 我們力量為國不敢自大 但我們也不小看基層群眾 要翻轉權力結構的動能 我們不靠三先皇帝 我們更不靠無止無能的政客 變革就要從現在開始 每延時一天 下一代的包袱就會更加的沉重 所欲集結的此時此刻 就代表我們人民 要用我們自己的力量翻轉命運 我這十年 發展的屁 發展的屁 我發揮 我發揮 死水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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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個目的跟意義在於 爭取這個社會的公平跟正義 我們今天選擇國外衛 因為他是幕後的推手 總警察人 所以呢 我們把這一坨屎呢 要留在這裡 讓大家看清楚 什麼地方就在這裡 好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的活動當中結束 你再有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